使得不少人抱着侥幸心态试图闯关跨州 或是没有遵守防疫规定陆续重罚单 柔佛州警方证实 今年1月13号到昨天为止 一共发出了3885张罚单 柔佛州总警长拿督阿玉汉 今天早上巡视东甲和西加墨县的 州边界路障之后表明 其中新山南区景区开出最多罚单 也就是702张罚单 西加墨景区的辖区虽然小 但是警方开出了677张罚单 丰盛港和居栏开出最少的罚单 分别是41张和18张 目前警方发现西加墨和东甲 分别出现5条和4条的非法通道 或俗称老鼠道 不负责任的民众试图使用 这些靠近肯直区的通道跨州越线 但是警方已经关闭相关道路 并且派警员重重把关 堵住漏网之鱼